Zeperion calls him! Yes!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城池乐园 迪迦奥特曼正在发动他的必杀技 你们知道这个必杀技叫什么吗? 他给我们带来了 罗布奥特曼最新的玩具 罗布水晶盒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迪迦水晶 这一面是红色的 它的反面是蓝色的 那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红色和蓝色两种图案了 这个水晶盒里面可以放四个罗布水晶 这是迪迦奥特曼的罗布水晶 它是风属性的 当它一个角的时候 可以变成布鲁奥特曼的疾风形态 蟹咖喉口 蟹咖喉尽 蟹咖喉尽 那当他展开两个角的时候 可以变成罗素奥特曼的疾风形态 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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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仅 那我们用迪迦水晶召唤出了 布鲁奥特曼和罗素奥特曼的疾风形态 不好了 一只长得像鸟一样的怪兽 把两位奥特曼都撞到了 布鲁奥特曼说 看我的 可是怪兽又站了起来 他不断地攻击布鲁奥特曼 罗素奥特曼拿出了罗布头标 他说看我的 装载低加水晶 太好了 罗素奥特曼用罗布头标和迪迦水晶 打败了这只可怕的怪兽 突然 被打败的怪兽变成了一包泡角球的惊喜玩具 这上面还有泰罗和赛罗呢 那我们会抽到其中的哪一个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泡角球 这是一个紫色的泡角球 嗯 好香啊 是苏打的香味 原来是黄金的泰罗奥特曼 他正在做必杀的姿势呢 好啦 今天的玩具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